继《中国梦之声》诞生20强后 为了帮助这些心怀梦想的年轻人真正领会偶像精神 偶像养成主题真人秀 当偶像遇上偶像也随即启动 7月8日知名音乐人黄韵玲也现身该节目与学员们面对面的交流 此前黄韵玲刚刚凭借回味获得最佳作曲人奖 这也是他出道多年首次获得金曲奖的肯定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 那天真的是有一点点慌张 因为反正都已经在台下坐了很多年了 那从来也不再去期望说能够得什么奖 因为从来没有得过金曲奖 那每一次入围呢 到后来已经变成就说 反正呢去那边参加把它当成是一个party也是很开心 就那天得奖真的对我来讲是很惊讶 因为准备了20多年的谢词 其实我那天是完全没有准备 所以当他们说我的时候 其实是真的 怎么讲脑中一片空白 据悉该节目还将力邀包括蔡康永 小S在内的多位重量级偶像明星担任客座导师 让学员们与偶像面对面 接受他们的亲身指导与帮助